我以為我四五歲 我以前喜歡去夜市市場 因為我喜歡看人們 所以我父親經常帶我們去夜市市場 元環講對嗎 從夜市文化到大秀台灣地圖 台灣英娜黃仁勳展現對台灣熱愛 卻有粉專黑夜奇俠 惡意公布他的身分證字號 質疑他不是台南出身 自稱Hacker網友在貼文中 直接打出一半身分證字號 公布黃仁勳戶籍地勢在台北市 質疑身分證字號A開頭 不能算是台南人 科技專家徐美華發文也透露 回答員工已經索要相關截圖 轉交公司法務處理 違法收集的部分 恐怕會構成各自把最重可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積極報名挺韓車隊活動 黑夜奇俠過去是韓粉熱衷政治活動 為挺韓不滿徐巧心 憤而公布他私人Light ID 細數他的黑歷史 二零一八年前多次表態力挺紅袖柱 二零一九年自認頭號韓粉經營粉專 以David Wong賬號活躍留言 二零二零年三月 獲國民黨文傳會邀請聚集挺欄版主開會 緊接著連年爆發爭議 這次曝光黃仁勳個資引眾怒後 改粉專名為一 國民黨中央黨部邀請這些 包括黑夜奇俠等等這些 側翼的網軍到中央黨部來做團 到底他們是不是你的側翼 應該要清楚來對外來做說明 認知作戰在進行的時候 那這些人刻意在破壞台灣 二零一九年粉專發文力挺韓國瑜出席國民黨 北市黨部活動更認了進到黨中央開會 和國民黨看似保持聯繫 黑夜奇俠自稱擅長資安攻擊 這回公布黃仁勳個資遭質疑 居心何在 三順張文綺 郭文軒 泰寶島